第二則我們要討論是什麼呢? 我們拉來我們台灣的附近 我們馬總統 唯一名馬總統 不久前來去過太平島 有引發很多島內島外的爭議 結果隔美多久呢 美國也來湊一開 他們又照觀念 因為在整個南海爭議當中 美國的主張是所謂的自由航行權 也就是他認為填充出來的島 不算是島 因此不擁有12海里跟200里經濟海域的一個權利 所以照說我應該可以在上面飛來飛去 我在這個航道上面開來開去 甚至是他們一直堅持的主張 這跟馬總統去太平島其實不太一樣 馬總統去太平島主要是就是要讓全世界 或是讓東南亞國家跟中國 證明太平島真的是一個島 不是一塊石頭 不是像菲律賓講的要不要降級 這個對台灣權益來說相差很多 因為其實菲律賓的戰術是在美國受益之下 就是他們原先的概念是要把所有南海的岩礁 就是確定經由國際法庭通通都降格 那降格之後那就是變成爭議 或者是菲律賓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那因為它確實有些許領土最靠近南海 那越南也不用講岩礁的問題 它本身的領土也接近 那這裡面有幾個受害者 或者說是權益 在這種戰略上權益比較受到影響的就是台灣跟中國 因為中國合法沒有任何符合島嶼的定義的領土在那邊 那台灣的太平島是collateral damage 就是菲律賓很下屆 美國受益說你去把這個島礁通通都搞定 但它順手把太平島塞了進去 那就造成國際上的困擾是 它本來不該針對太平島提的 因為那個符合國際的認定 但它把它塞進去之後 台灣就跟著被牽連 所以馬中央這次去菲律賓跳腳 越南跟跳腳 所以這次美國它又派一艘神盾艦來巡行 很明顯的就告訴這幾個國家 你這小朋友先不要吵 然後老大哥來說話 他要來這邊 其實不但是要伸張所謂自由航行線 更重要它是要刷存在感 所以這邊還是我說的算 而且另外一個重點 我們說在外交或者是軍事戰略上 有一個重要性就是 削減這個中共或者是說中國的可信度 因為你老是聲稱這邊是你的嘛 那不然好你聲稱是啊是啊 那我就三天兩頭開船過來 飛機過來 然後這個偵察機過來 無人機過來 那如果你不能有效阻止我 就代表你的聲稱是沒有效力的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 每月派船 然後讓你的聲稱 跟對國進的攻擊力 因此而受到消警 因為這次他們去的 就逼近十二海裡那個島 叫中建島 中央中建國的建 中建島 那中建島上面 現在是有解放軍 不多 我想大概頂多 頂多可能在一個連的 一個連的那個兵力 它在那邊有蓋一些 因為它沒有淡水啦 坦白講沒有淡水的話 你能夠駐紮的人力 就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其實基本上就是夏季颱風一來 然後他們就得上樓 對 有高角烏烏 對整個操場就全部汪洋成一片 那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中建島他在西沙 那當年二戰之後 是我們國府喔 中華民國政府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殺他們那時候還不知道在哪裡 國府派艦隊去收復中建黨 就是這個好像要移交給 擁有這個西沙這個主權的中華民國政府 對 那當時這個島為什麼取名叫中建島 就因為當時去收復 收復這個島的我們的海軍軍艦 叫中建號 中建艦 中建艦 它是大船嗎 聽起來好像很大的樣子 它是那種戰車登陸艦 開國效 就是大家看過什麼那個 那個搶救人生大兵 諾曼地登陸 然後你就知道那個戰車登陸艦 反正是美軍的 後來移交給國府 我們怎麼接很多這種老艦 中華民國海軍真是一個養老弟 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呢 特別的是 這艘中建艦現在還在台灣 媽呀這真的太屌了 他還在服役中 對 而且是現役 所以他服役 大概至少從1946年 他1946年下水 下水 commission 服役到現在已經70年 哇70年咧 媽呀 真是太妙了 真是老剛力壯 爺爺級的軍艦 而且還可以運作 都虧了我們海軍弟兄的橋手 對對對 所以這艘中建艦 其實他平常有時候還會停泊在基隆 如果各位朋友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真的不容易 因為70年 70年的那個軍艦 真的在全世界真的不多 對 以Vintage古董車來講 簡直是頂尖了 70年的船這個 能夠正常運作 還在服役 那真的是軍事史上的奇蹟 但讓我們稍稍從中間間拉回來一下 結果這一次造成的 這個外交局勢上的影響大概有哪些呢 當然老共那邊的票角 當年他們的外交部國防部 就立刻出來 美國是以自由航行權為名義 來行使 來行使 干預南海 干預中國的內政 而且侵犯我國的領土主權 因為 好這個前提又有點複雜 如果中建島被認同為是一個島的話 那它的周圍十二海裡就是領海 那領海必須要經過主權國的同意才能夠行津 那美國的立場就是你他媽根本不算島 所以你只是一個岩礁 所以既然是岩礁 沒有十二海裡領土的權 對 那更沒有兩百海裡的經濟海域 所以我自由經過你的十二海裡內 我是不需要通報你的 所以未來雙方在南海這邊這樣躲貓貓 或者在那邊相互侍衛 很顯然還會長期經營下去 因為這個對美國來說 南海是它重返亞洲戰略平衡 這一個重中之重 對 但對中國來說 這股氣 因為中國華人超愛面子 這個涉及民族主義情緒的 不只是戰略利益經濟利益一帶一路而已 他們也不會放 所以雙方還會在這邊跳Tango 跳一段時間 對 因為這個Tango既然是舞 大家就會繼續跳 但是要命就要命在 它會踩到對方的腳為止 所以可以肯定或者是 我們可以大膽預測 這一定會起衝突 而且是遲早 要嘛是你打我一炮 要嘛就是雙方逼近的時候撞到 再不然是有各種各樣其他的可能性 但這個雙方在南海的目的 就是逼對方出面上桌談判 但沒有衝突 這個很難達成這樣的協議 所以我們也只能靜靜的等待 什麼時候兩艘船不曉雲撞在一起 那這個 事情就大了 那就大家才會上談判桌啦